欢迎收看DJ新世界 我是谢家伟 在今年6月份挂牌登陆新贵的银朔生计 透过自身技术平台的优势 开发多项利基型学民药和特殊学民药 公司在国内拥有161张药证 并且扩大研发团队 在2015年全力抢攻中国的一致性评价商机 如今在中国、日本等海外市场 已经渐渐看到了布局成效 更从原先单纯的药品开发 跨足到生产销售端 进行了一条龙的服务 而在营运触角持续扩大之下 终结了连续亏损的营运表现 我们看到银朔生计在2018年上半年 就成功转营 营收跟获利表现更写下历年来同期的新高 到底公司在营运上做了哪些调整 公司的竞争优势跟未来营运规划又是如何呢 来看以下的整理报道 营朔生计在2003年成立公司资本额4.15亿元 在2018年6月登陆新贵 公司是以发展立基型学民要起家 专注在技术平台的开发 改良新技型 现在已经跨足到生产销售端 公司董事长是王建志先生 是成大医学院药理所背景 执行长是严林泉先生 他是密西根大学化工博士 两个人都曾经担任国艺药品董事 后来一起携手创业 在成立营朔之前是做原料药的贸易 后来决定转进技型改良开发 并且陆续取得罗氏药厂新主场 欧帕生计的经营权 还有通路商泰和硕药品的百分百持股 跨入到生产销售端 转型成一条龙的经营模式 那在成立这些公司之前 实际上我们本来是做原料药的贸易起家的 那我们在1999年 有限成立一家贸易行销公司 我们就在整个市场上 我们找出相当有潜力的一些产品 然后去推荐给国内的药厂来做开发 可是在那个时间点 就是国内药厂一般来讲 对这种做新药的部分都比较 要保守 那当然第一个就人才问题 第二个就是可能他们对专利也不是那么清楚 我们就觉得其实这对台湾的厂商 是一个很好的商机 那我们后来我们就决定 那干脆我们自己跳下来做 我们找一些自动到辕的人进来 那我们一起把这个原料先干脆 就把更进一步把它做成处方药 做成剂型 然后找国内的药厂代工 然后再来找国内的经销商 来帮我们做行销 目前银售公司营收占比是以产品收入为主占68% 另外有27%是代工收入 3.5%属于技术服务收入 公司拥有约161张国内药证 在自家产品部分开发出心脏血管系统用药 中枢神经系统用药 还有糖尿病跟呼吸系统用药 以及肠胃系统跟多种保健指示用药等等 在代工的部分 银售最重要的客户包括美国A大药厂跟日本T大药厂 其中为了扩大因应日本T药厂的接单 还新建全新的厂房 并且将在今年签署合约 银售将成为日本T药厂在亚太的主要配销中心 至于在产品内外销的部分 银售内销比重占8成 但是公司预估未来扩大在亚洲市场的布局之后 最快2020年外销跟内销占比的比重有望持平 而公司最重视的就是技术平台 目前研发团队超过50人 改良进行平台包括雷射钻孔技术 口轮微粒持续释放 口服控制吸收系统 还有奈米结晶长效注射剂 其中雷射钻孔技术可以提供病人稳定的效用 其中以上采取该项技术的精神科用药 已经完成美国FDA临床试验 成为亚太区首例 产品明年将可以在台湾上市 我们最开发的最完整的就是 所谓的雷射窗孔技术 它所谓的雷射窗孔 它就是把一颗定剂 它在外面包一层 水壳串动式的布容的抹衣 然后再用雷射在上面打一个洞 然后让药品慢慢慢慢地从孔洞里面释放出来 这个到目前为止 它是被称为是最完美稳定的一个释放方式 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的释放速率 给病人有非常安全 有效的一个控制病情 那这个其实就是很难 我们当然 你现在想说打一个洞很简单 可是你要在大量生产的时候 而且不是用针打 是用雷射光打 而且那个洞不能打太深 也不能打太前 而且你就打在某一面 所以说其实整个从研发到制造 其实都是有很高端的技术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说 大概我想一个技型 你要从去研究到 到去彻底了解这个技型 大概至少要七八年到十年的时间 才有方法去建立一个技术平台 银硕如此专注在研发上 主要是因为在2015年看到中国 一致性评价的商机 一致性评价是指中国针对 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提出要求 必须要在质量跟药效上达到 跟原厂药一样的效果 因为过去批准上市的药品 没有这一项强制性要求 使得有些药品在疗效跟原厂药之间 还存在一些差距 因此中国当局就祭出此项政策 在2018年底之前 有数万个产品要重新做生物等效实验 否则就会被撤销要证 银硕看到这样子的商机 积极扩大招揽研发人才 研发团队从十多人提升到五十人 也因为在研发投入大量心力 成功在2016年跟中国厂商 签下第一份合约 敲定合作之后 有签约金、里程金和权利金贡献业绩 目前开发的十个产品的权利金收入 已经陆续进账 公司也宣布 旗下精神科特殊用药权品 已经跟深圳C公司签订 药品共同开发合作协议 透过授权及分论机制 一同要抢攻中国精神科用药市场商机 其实整个中国商机是从2015年开始爆发 那我想如果是在 药界人应该都非常清楚 中国它在2015年有出台一个新的政策 叫做一致性评价 那意思就是说它要求中国所有现行上市的产品 重新执行B1试验 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要确保你的疗效跟原厂是一样的 那代表就是说 所有的产品被打回原点 只要你第一家做过跟原厂等效性试验 你就是等于是 等于是 等于是 第一次 那整个上级是 非常惊人的 那因为我们公司刚好在台湾 我们过去十几年间 我们应该是台湾拿到 首家 学民药最多的公司 那我们在十年 十五年间 我们总共拿到160张药针 在国内来讲 速度上也是最快的 所以说 因为这样的一个记录 所以说 基本上每一家来台湾找合作伙伴的公司 都一定会来找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就是 把我们台湾的既有的技术 那我们就是跟我大陆的合作伙伴合作 我们把技术就 transfer到大陆去 那我们协助他们 在大陆那边落地 然后生产销售 那我们跟他们的既有 大概一般就是 包含就是 Upfront Milestone 跟Loyalty 那因为大陆整个商机 真的是够大 因为他们市场真的非常大 所以他们愿意付的 这些费用 也是愿意高于我们当初的预期 除了在中国大陆市场发展之外 短线上 营术锁定亚太区为主要耕耘的目标 包括日本韩国都是重点区域 会锁定亚太区域 除了有地利之变之外 主要是因为 欧美药物市场的发展进程 比较快速跟成熟 相较之下 亚洲还有很大的市场 跟商机可以开发 公司长线目标将是从亚太区出发 再把产品带到欧美和南美洲等地 那我想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机型做好 那我们就找合适的策略伙伴 把我们的产品引到 不管中国 日本或韩国 那有当地 比较强的这些伙伴来做后段的行销工作 所以未来几年我们还是整个会 重点还是白在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研发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当然刚刚提到 跟这些大厂的合作 那我们希望新阶段当然是 以亚太区为主 那我们希望在未来也有可能 从亚太区再出发 再把我们的产品 再带到更远的地方 比如说 欧美或者是 甚至南美洲的部分 我们对新产品的开发 已经不再以 台湾的市场为主了 我们对一个新产品的设定 就是说我们从大陆市场 日本市场去评估 如果好的产品 我们就把它开发出来 如果台湾的产品 能够外销到日本韩国 或甚至是东南亚 这个也是我们积极地想去做的 好最后带您来看到公司的基本面 银硕目前在海外市场的布局 是以日本跟中国的效益显现最为显著 而相关的收益呢 已经在业绩表现上反映出来 今年上半年 营收受到海外布局效益提升 加上处分要证的获利益助 已经成功由亏转盈 上半年EPS是0.74元 获利跟营收同步写下历年同期新高 而公司表示 下半年将持续抢进韩国市场 同时也将会针对中国和日本市场 来做深耕 是不是可以成功对业绩带来帮助 我们也将会持续为您来关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